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明 鸡鬼大波讲不该是太保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结束前后的波兰 1946年7月 凯尔采发生了一起屠杀40名犹太人的惨案 屠杀现场的一些实施证据是毋庸置疑的 7月1日 一名波兰小男孩失踪 两天之后 他再次出现 他告诉他的父亲 他被关押在一个犹太人的地窖里 在那里 他还见过其他波兰小孩的尸体 他的父亲马上就报了警 7月4日 警察和民兵就包围了那所房子 那里正居住着 刚从苏联遣返回来的250名犹太人 马上就有4000多的民众聚集在附近 根据当时的书面报告 谁也无法确定 到底是民兵先从外面向房内开火 还是惊恐的犹太人 首先朝外 射出了低颗子弹 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民兵很大的程度上 应该要对这次大屠杀负责 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能够维持秩序 还杀戮了那些犹太受害者 很多人都是被枪杀 或者是被刺刀捅死 最终的研究调查 也没有能够搞清楚 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 但其实很多人都指认 是那些穿着制服的警察和民兵先发动的这场冲突 他们确实攻击了犹太人 12名波兰人被指控犯有屠杀的罪行 9个人被立即判处了死刑 随后呢 卡尔采氏的副市长 兄弟联合会和民兵组织的领导人 都遭到了逮捕 但是没有一位民兵的成员被送上法庭 共产党人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 以确保他们不会被看作是偏袒犹太人 反对天主教的波兰人 但是客观事实是 卡尔采大屠杀导致了犹太人 加速离开了波兰 也使得波兰政府能够利用这件事情 来抹黑他们的政治对手 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 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 一直推行的是两条方针 1945年6月5日 政府曾经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里面写着 所有忠诚于波兰共和国的公民 不论民族和宗教信仰一律平等 但是这句话 对于生活在波兰境内的非波兰人 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历史政府希望犹太人 能够定居在波兰的西部地区 这样犹太人就可以接手德国人 在西部地区遗留下来的房子和财物 这就能补偿 战时犹太人的财产和产业 被波兰人占有的问题 再者呢 犹太人可以趁势 就离开华沙 卢布林和比亚维斯托克 这些曾经给他们留下 惨痛回忆的地方 到西部建立新的家园 战争爆发之前 所有主要的政党 都赞成犹太人向外移民 战后的政府也是如此 如果说政府积极的鼓励他们移民 未免有些夸张 但的确在为这件事情上 提供了一些便利 当时历史政府允许犹太人 在波兰成立一个移民局 护照也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办到 政府也没有试图遏制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事实上1945年7月30日 临时政府和犹太办事处 还签订了一份秘密的协议 前者承诺不会阻拦犹太人向外移民 这个方针和苏联支持 犹太人离开的政策不谋而合 苏联人当时也希望看到 大批的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 因为苏联人觉得 这样就会动摇 英美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集中营被解放之后 很多犹太人马上就开始了移民出国 第一波浪民潮 实际上就是以波兰境内的犹太幸存者 作为主导的 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们已经与 驻扎在意大利的犹太旅取得了联系 开辟了一条 越过阿尔卑斯山 进入意大利的逃亡路线 1945年8月 犹太旅被调到德国 执行占领任务 因为英国人知道他们 偷运犹太人到意大利 然后再乘船 抵达巴勒斯坦的事情 那么这条移民路线 后来就被波兰第二军负责了 因为波兰第二军的负责人 安德斯和犹太复国组织 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约定 第二军负责把犹太人 从奥地利意大利边境 偷运到意大利的港口 作为回报 犹太人会把第二军士兵的家属 偷运出来 还有不少的犹太人 会选择先到杰克斯洛伐克 然后从那里中转 到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 然后再前往德国的美占区 与已经在那里的波兰难民会合 凯尔采屠杀之前 平均每周 大约有70名犹太人离开波兰 而在凯尔采大屠杀之后 这个数字大幅飙升到 每天700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 当时就指出 犹太人的大逃离 得益于波兰和捷克 边境警卫的纵容 战争结束的时候 还有几百万的波兰人在海外 他们可以分为几类 战争期间和西方盟军 并肩作战的波兰士兵 在德国被解放的波兰战俘 原先被强征去德国的波兰劳工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第二军的士兵的家属 再有呢 就是1939年到1940年间 以战争结束的时候 逃离波兰的难民 西方盟国 特别是英国 以及波兰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如何鼓励上述人员 尽快的返回波兰 1945年2月 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演讲 在解释亚尔塔协议的时候 他声称 英国可以向那些不能够回家的波兰人 提供大英帝国的自由和公民身份 1945年3月28日 在内阁会议上 内政部长莫里森说 丘吉尔当时的承诺 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后果 那么英国内阁 后来得出的结论是 波兰士兵可以被考虑 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况 英国有必要给波兰士兵提供居所 因为这些战士都曾经在英军的指挥下作战 而且呢 他们原来在波兰的家 又位于扣松县以东 后来大选获胜的工党政府 也兑现了这个承诺 很多波兰将士就能够在英国定居下来 那么与此同时呢 英国的政策还是尽可能的鼓励波兰人 返回他们的祖国 英国人也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为这些波兰人回家提供了便利 战争结束的时候 波兰军队建制中 共有19万4275名军官和士兵 其中呢 5万4234人在英国 5万5780人在意大利 1万6千人在德国 3万6506人在中东 以及波兰妇女服务军中有6700人 波兰空军1万9400人 波兰海军4000人 另外还有约1500名 被允许加入波兰军队的波兰籍德国战俘 和155名在美国战俘营中的德国战俘 波兰军队虽然在英国人的指挥下作战 但他们效忠的却是波兰总统 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 战争结束之前 英国陆军部 外交部和当时波兰部队的领导人 安德斯 都在考虑波兰部队未来的出路 英国外交部意识到 如果三大盟国在莫斯科 有关改组波兰临时政府的谈判失败的话 那么这支波兰武装部队 很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隐患 1945年3月9日 安德斯曾经警告说 如果改组的新政府是违反宪法的 那么他将不会得到共和国总统的承认 如果是那样的话 波兰陆军海军和空军也都将不予承认 那么英国外交部当时就指出 如果英国政府承认了波兰的新政府 而波兰军队又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么英国和波兰军队的关系将不得不做出调整 但同时呢 英国人还是希望继续保留波兰人用于战斗 到了1945年7月 波兰军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2.8万人 战后波兰人的作用当时还有待商讨 安德斯当然希望波兰军队能够参与到占领德国的行动 他的这种想法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偿 比如丘吉尔当时就认为 利用波兰人来承担占领任务 可以加快英军的复原 然而苏联人肯定不会接受大量的波兰士兵出现在德国 因为安德斯和他所率领的波兰第二军的大部分人 都曾经被流放过苏联 反苏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实际上安德斯本人已经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惕 英国的参谋总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爵士 在1945年5月2日就说过他发现安德斯希望他的部队能够参与对德国的占领行动 是因为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冲破苏联的阵地打回波兰去 1945年7月初 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 英国对波兰临时政府的承认 有可能会招来敌对的行为 在战争部的一次会议上 他们呼吁波兰的高级指挥官 给他们的战地指挥官发送一档命令 那就是当波兰军队未来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 部队能够保持平静 而作为回报 英国政府承诺将继续通过临时财政委员会 来保证波兰军队的日常开销 然而当时波兰军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两位指挥官 一位是科莫罗夫斯基 一位是安德斯 他们发出命令的时候 英国却感到失望 科莫罗夫斯基确实在1945年6月29日 作为波兰军队的统帅 呼吁他的军队保持平静 但同时他补充说 波兰军队在自由选举举行之前 不应该听命于另一个行政当局 他指的就是当时在华沙苏联支持的历史政府 当波兰国家真正重获自由的时候 流亡海外的波兰军队将作为一个整体回到波兰国内 而安德斯则更加的不驯服 他发表了当日命令 批评英国政府 表明了自己对华沙 波兰县政府和苏联的反感 然后才命令部下 有序的等待事态的好转 1945年7月 安德斯的第二军 被勒令停止招募新兵 然而呢 第二军就像一块磁石 不断的吸引着那些 在战争期间背顶离乡的波兰人 波兰第二军实际上 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组织的范畴 在意大利 他负责为内里的波兰难民和流亡者 提供福利就地 他们还在那里建立了波兰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 并且说服意大利大学 接受波兰士兵入学 也正因为如此 安德斯的军队 在短时间之内又扩充了两万人 这导致了1945年9月 亚历山大将军和安德斯最后摊牌 勒令他把军队人数缩减到8.5万人 然而安德斯少了一个小花招 他只是把军费和军饷降至这个标准 到了1946年1月 第二军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1万人 英国的政策呢 是鼓励波兰人尽可能的自愿挡回波兰 重建自己的国家 1945年8月 在华沙的波兰军队总司令 瑞米尔斯基将军就曾经表示 他希望所有的波兰武装 应该作为一个军事部队 整体的返回波兰 波兰临时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 所有回到波兰国内的军官和士兵 都会获得与那些在苏联指挥下战斗的士兵 一样的权利和待遇 而那些家乡位于寇松县以东的波兰士兵 则将重新发放波兰国籍 如果情况允许 政府还希望军队能够带着武器装备返回 但这个想法立刻就遭到了英国的反对 因为首先这些武器和装备都是英国提供的 英国的政策是首先复原那些 选择被遣返回国的士兵 以平民的身份来对待他 但是波兰临时政府却向英国方面施压 希望能够反其道而行之 复原那些拒绝接受遣返的士兵 此外呢 英国政府还要求波兰政府提供书面的保证 确保遣返回国的士兵们不会受到迫害 波兰临时政府表示愤慨 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间 英国人开始在伦敦和波兰人 商谈条款的内容 双方起草了一份协议 可是刚刚签署 波兰临时政府就变了主意 1946年2月 临时政府宣布 波兰在海外的部队将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 但那些想回国的士兵 可以单独到波兰领事馆申请 这就使得海外波兰军队的前途问题再一次悬而不绝 波兰临时政府这种态度上的变化 主要是源于几个因素 首先他越来越意识到 高度政治化的波兰海外军队 对共产主义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其士兵一定会在未来任何有可能的选举中 投共产党人的反对票 这样的前景从波兰在西欧的军事使团经历的恶性宣传战 就能够看得一枪二出 波兰临时政府的第一个错误 就是任命了希伯尔切夫斯级将军 作为西方波兰部队的总司令 希伯尔切夫斯级将军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担任国具旅波兰部队的指挥官 后来呢 他又在隶属于苏联的波兰第二集团军中 担任上将和指挥官 这样的背景使其很难接受保守并且反苏的波兰部队 他后来被争议比较少的莫德尔斯基将军所替代 莫德尔斯基的军事使团在1945年10月抵达伦敦 主要的任务就是鼓励波兰士兵返回波兰 可这个时候波兰驻罗马的新人大使科特 和安德斯的波兰海外军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科特从1941年起就是波兰驻苏联的大使 而当时安德斯正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 两个人当时就存在矛盾 而这个时候在意大利出于个人和政策上的原因 两个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共产党方面声称安德斯囚禁了那些要回波兰的士兵 而波兰海外军队的报纸则欢迎颜色 登出了返回波兰的士兵被处死的照片 苏联要求那些出生在寇松县以东的波兰士兵都要被遣返 这是一个政治敏感性极高的问题 苏联这么做的背景是 首先英国对苏联公民实行了强制性的遣返 其次呢当时有一种传言 后来经过证实也是属实的 那就是这些波兰士兵伊底达苏联就被处决了 英国的立场很明确 现在所有波兰武装部队的士兵 只要在战争爆发之时 具有波兰公民的身份 现在都应该被视之为波兰人 大多数安德斯军队里的士兵都符合这样的情况 尽管苏联一再要求英国改变 但是英国始终坚持着这个观点 英国当时有一个政策 那就是所有战前的波兰公民 都有资格成为英国的公民 可这个政策呢 就带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为这个政策 它就包括了那些出生在波兰的乌克兰人 而这批人都曾经自愿加入了党卫军的加里西亚师 现在仍然被盟军关押 英国和波兰军事当局已经同意释放这些人 但是不送他们回苏联 1947年 他们被允许移民到加拿大和英国 曾经被强征入德国国防军的波兰人 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波兰历史政府不愿意接收 遣返的前德国国防军里的波兰人 曾经有传言 如果他们之中真的有人回来 将会在抵达波兰的第一时间接受筛选 来决定谁将被处决 谁将进监狱 谁才可以回家 当时西方国家驻华沙的大使馆 都曾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汇报过 遣返的前德国国防军的士兵 经常会遭受害人听闻的虐待 那么关于波兰海外军队 这些将士们 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